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为什么会跑出去呢 这个问题现在暂时无解 不知道原因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的说 因为你想来月经 这是子宫内膜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是一个特点 每个月它会内膜从这个里面脱落一次 那么就变成月经排出去 但有的时候呢 这个月经会顺着输栏管往回走 慢慢走到盆腔里头去 走到肚子里面去 那么走到肚子里面去了以后呢 这个月经的血就到了肚子里面 那么月经血里面就含有很多的子宫内膜 那么有的时候呢 这个到了肚子里面去的子宫内膜 会种在一个什么地方 因为长上了 活了 在肚子里头某个地方 那么就叫做子宫内膜意味症了 这是大家通常所理解的 这种内膜意味症的发生的方法 但是呢 从临床上来看 这种叫我们叫经血逆流 经血逆流到肚子里面去 经求逆流的这种现象 几乎每个人 每个月经周期都会发生 所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得内膜意味症 那么为什么会有的人得 有的人不得 大家既然都有经血逆流 但是有的人得内膜意味 有的人不得 这个不清楚 到现在为止搞不清楚 这是一种说法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是 除了这个子宫内膜的这个部位 它原来该有内膜的地方 那么其他的地方的组织 细胞什么的 它自己会变成子宫内膜 或者变成像子宫内膜那样子的东西 那样子的组织 它也起到这样的一个 像子宫内膜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这种学说呢 支持的人 比如说有一些现象 比如说这些 有的人呢 这种子宫内膜意味 不是在肚子里面 甚至长在肺里面 鼻子里面 耳朵里面 这都有的 我们叫做这种比较远处的子宫内膜 那么这个经血逆流 怎么都流不到那去的 对吧 但是那个地方有内膜意味了 也会有在子宫里面的内膜一样 每个月会出血 每个月都出血 有些人就很奇怪 每个月渴血 这样大家就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肺里都有长癌了 肺癌啊 或者什么有气管炎 支气管扩张啊 都怀疑这个病 但是最后把这个出血的地方找到 把它取了一块下来去化验 因为是子宫内膜 所以也是很奇怪 那这个经血逆流的这种观点 无论如何解释不了这种现象 所以这个又解释不了 那么就想出别的这种理论 就是我们叫做化生学说 也就是其他的地方的细胞可以变成 子宫内膜那样子的细胞 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学说 也就是这两个学说 一个是经血逆流的学说和化生学说 这是两个目前这个他的原因的一个最广泛的这么一个假说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说法 这为什么会这个子宫好好的待着这里面 干嘛跑到别地儿要去种植上 就是这个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就比较就是难以分析了 因为我刚才说了 经血逆流几乎人人都有 几乎越越都存在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内膜以为的 那么这个呢 就我们狼院士 狼静和院士他提出了一个理论 叫做在位内膜决定论 也就是说你看大家都有经血逆流 那为什么有的人得 这个逆流的经血里的内膜 有的就能种上 有的人就种不上呢 那么可见这个逆流出来的这个经血里的内膜 也就是原来在子宫里面内膜流出去的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的人这个流出去的内膜 就容易在随便什么地方就碰上就能种上 有的人就不容易 那就种不上 这个就叫称之为在位内膜决定论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质上 就是容易得内膜意味的 那些人他虽然逆流了 但是他不种 种不上 那这个人本质上是不得 不容易得内膜意味的 那么这个本质说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作为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说 这个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基因了 对吧 也就是从根本上的这个基因决定 某些人的内膜就很容易种植在某处 那么有大多数人他不容易种植 所以内膜意味在某些人身上得 那么大概有多少 可能目前来说 因为轻度的内膜意味很难去筛查出来 也没法去做一个广泛的人群的调查 那么从我们的临床上来看 大概20%左右这样的人里头 就是妇女当中都是有内膜意味的 这个已经是很高的一个发生率了 就非常多的人 当然很不准确这个数字 因为也没法确切地调查 这么普遍的一个事 那么就是虽然是很普遍 但是依然大多数人是不会的 20%吗 是20% 那80%还不会呢 所以每个人的在位内膜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在位内膜决定论 那么现在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它的本质 什么样的一个基因 什么样的一个在位内膜 才是最终决定于它到底是不是容易种植 这样一个特点 到现在为止 还没研究出来 但是推测是这样子的 可以做得更好吗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那么无论 我的满血 就是一样的 就是那么有两个人 这样子的